如果你是一个父母亲 你会觉得你应该怎么样 才觉你的孩子是个出色的小孩 才是一个有出息的小孩 像最近在奥运得到最高荣誉的 飞鱼费尔普斯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养大的小孩 她小时候是一个过动儿 然后16岁的时候 她找到了自己 那在那个时刻 她开始得到了奥运金牌 在全世界瞩目 然后后来 她也在所有的人眼中 在北京奥运之后 她跌落 她吸毒大麻 有一段时间沉沦 她的教练呢 对她非常严厉 过去呢 当她偷懒的时候 她教练就骂她 你呢 我不是来交一个训咖的 我是来交一个奥运金牌选手的 从小就这么鼓励她 那她真的人生遇到了一些 她走不过去的关卡的时候 她教练在旁边陪伴她 鼓励她 费尔普斯呢 在这一次的奥运比赛第一场 就跌到了第四名 跟她当时参加八场比赛 八个金牌完全不一样 人们说她不行了 然后就在一天一天过去的 不行的赞叹声中 她的母亲也跟着尖叫 也跟着沮丧 最后 她宣告 这将是她人生 最后一场奥运告别秀 她才26岁 结果在最终 最后两张 两个金牌 都被她个人获得 那果然像她在告别秀的记者会里头所说 我会抬头挺胸的离开这场奥运会 那这样的孩子 她如果生在你的家里小时候 你会觉得她好吗 很可能在你的手中 她永远不会成为飞鱼 她可能变成一条磁掉的鱼 因为你看到她过冬儿 你要她读书 你不会让她去做她自己 觉得最适合她去做的事情 比如像游泳 我们待会要访问的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她是张玄 张玄呢 她出生一个书香世家 她的爸爸是前海济会的秘书长 而且很早就做官了 但是她并不想走一个 一般所谓正常儿女的再新中学 他们称为叫再新罐头的贵族学校出来的孩子的路 她决定让自己流浪 寻找她的人生梦想 那她的哥哥呢 并不一样 她跟她念台大政治系 后来念了Fulbright的外交系 最后她哥哥才去寻梦 然后最后念了音乐学的博士 明年开始要在东海大学 变成东海大学的助理教授 她自己呢 她觉得她从17岁开始 16岁开始 她就决定寻找她自己的路 看到张玄的故事 可能我想很多父母亲 你们会比较放心 如果你给孩子是一个足够的品格教育 我觉得品格教育 其实比你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来得好太多 很多人呢 他即使有很好的能力 但是他的品格是零分 他的灵魂里头住着恶魔 他就有再好的能力 最后他只是危害世界 所以交价呢 给了张 给了张玄非常好的品格 所以不管他多么流浪 不管他只有国中毕业 高中都是一业的 他人生一段一段的越来越精彩 那最近呢 他甚至很有骨气啊 他支持环保运动 而且还叫很多他的 这个很喜欢他的歌的一些听众们 参加他的演唱会的时候 可以带二手术来互相交换 这个叫环保 而且他支持反核 他说亲爱的年轻人 我觉得你们要了解的事情 永远会比上一代多 只要你们不放弃知道这些事 千万不要觉得台北吵吵闹的事情 是台北市的事 所以在台北吵闹的事情 跟各个地方都有关系 他也支持了在台东的美丽湾的 抢救美丽湾的工作 对原住民特别的关心 然后呢 他更有骨气的说 在他的脸书说 不要因为你认同我的言论 就买我的专辑 我想很多人都会希望 人家买专辑吧 那有的时候 你甚至去附和一些理想的目的 其实希望你名声大噪 然后就有很多歌迷 就去买你的专辑 那他的专辑 其实他在不在乎销售量呢 据我所知道 他是在乎的 但是他会在他的脸书贴出来 不要因为认同他的言论 而去买他的专辑 他说如果因此销量变好 那别人会以为 他的这些言论不是中心的 而只是来推销 这是有骨气的一个掌选 但是张璇这次出版的 神的游戏这个专辑呢 广受很多音乐人的喜欢 我自己听完也觉得 《玫瑰色的你》 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 我们待会过来访问他 要访问的是 今天的来宾是张璇 哈喽 嗨 你好 大家好 每个人好 我是张璇 OK 张璇这样说好了 我曾经访问过你很多次 那以前比较好奇的就是 你个人的成长过程 对不对 你有一个灾心中学 换句话说 那有点像贵族的高中嘛 是 那家里也希望把你栽培成 他们想象中的小孩 但是你有一个路要走 父母亲很疼你 可是这条路不是你想要走的路 所以你就开始流浪 那你先出去外面租了房子 然后后来你找不出房租了 于是你背起了吉他 然后过一个 你父母亲 你父母亲不可能想象的日子 对不对 然后你那时候告诉我 你就背着吉他 就一直在海岸边 就一直走 一直走 然后你身上没有多少钱 走这一趟路 你就是要想清楚 到底你这些坚持 支持者无聊的叛逆 还是你坚持是有道理的 那那个时候的你呢 跑去你屋店唱歌 对不对 赚一点生活费用 那自己呢 就在那条海边上里头 我很记得你告诉我 你一开始大红的时候 呃 包背包背 是怎么写出来的 实际上是你走走走 走路走走走 或是有人会给你搭点便车 然后你就只有一点点钱 就冲到motel hotel里头去 然后就赶快洗个澡 然后接着就把你脑袋里头的旋律 跟歌词给写下来 嗯 然后张选成名了 张选的父亲 变成叫张选的父亲 嗯 你不再是姜某某的女儿 好 那你又很爱你哥哥 我也曾经访问过你 然后让你很surprise的 哥哥在英国跟你连线 嗯 那个时候呢 你正在发行你第二张的唱片 对不对 那你第二张的唱片 并没有你第一张的专辑 那么受欢迎 那么轰动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你压力很大很大 他经过好多年 张选又出了专辑 最新的这个专辑呢 在Book Live的唱片里头是排第一名 而且备受好评 叫神的游戏 嗯 我访问你之前呢 先偷偷访问你哥哥 你知道私下访问 哎呀 真的吗 对 哎呀 嗨哥哥 焦云佛你好啊 那天他正要打火车去高铁去高雄 嗯 因为他要去做一个评审 然后他over one night 嗯 那他回来了嘛 好 那我就跟他谈到你的新专辑 我说我礼拜下礼拜的收押访问张选 他说他不敢听你的专辑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不够喜欢 他怎么对一个他性爱的妹妹交代 他一定要喜欢 所以他连听的勇气都没有这么好笑的哥哥 哦 他大概觉得我这半年工作压力太大 但是如果出来的结果 他觉得哦 这有什么好花一天二十二个小时去做 他可能就也不好意思像平常一样挖苦我 大家可能自己就会在旁边尴尬的起来 没有你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很心疼 你就一直告诉我说他好担心你的状况 真的 他没告诉你就是了对不对 哎 没有哎 没有哎 OK 那这次呢你的专辑里头备手好评啊 这次的专辑叫2012神的游戏 那我看你的很多文字 神的游戏是我的作品 完成后觉得很有趣 那你觉得在神游戏里头 神是大家 GAME是你自己这样 所以你讲的这个神游戏不是指一种信仰 对不对 对 对我来说神 神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都表现了人性跟神性的某一面 就看你有没有把你的劣根性或你的神性发挥到你人生的极限 所以我其实觉得最好玩就是说 人生里面有无数次啊 我们都会觉得说 峰回路转 所有东西或你做的每个选择 你今天遇到的每件事情 其实就像狐杰效应一样 你最后回头看 他的确造就了一些事情 缘分啊 缘分这件事情太轻易了 我们对缘分的理解 从中间带来了我们对人性和神性的理解 OK 所以你先回头看我刚才所说的你那一段 寻寻觅觅觅 你人生目标在海边走路的生涯 那算是一个蝴蝶像以后的一个点吗 对 但最后还是你跳脱不出王国伟 讲了那几句话 灯火来山处啊 回头啊 对 所以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啊 不过我想那一趟的流浪 对你人生来讲还是挺有意义的嘛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 那个 那个我觉得那段过程奠定了我整个 后来做事情啊 还有看待人生的一些幽默感 幽默感 为什么 因为你跟流浪狗睡觉吗 因为我听你告诉我 有时候你会睡在土地公庙啊 旁边会有流浪狗对你叫 对 因为 就是年轻人有再多的那种困顿 都比不上身 就是在身体上啊 或者说在某个阶段 你面临那个生活巨大的绝望 然后有时候是身体上的嘛 有些时候是工作上 有些时候是对于未来 当它从虚无变成一个非常实际的冲击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大概看到了人生第一次的那个绝望的极限 所以你一直说 过去呢 你们有一种惨白的青春的岁月 然后自己在家里的很温暖的房间里头 去思考你的惨白 可是那是很无聊的虚无 可是当你真正去流浪去面对你必须要睡在一个土地公庙旁边 然后没有东西可以吃 然后你也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去住旅馆 然后有个流浪狗在追你 那个才是真正的real life 就你发现其实 你就快要真的就要面临一个非常难堪的场景 就是说在现实生活里我真的不知何去何从 结果你到底跟那个流浪狗睡了一夜没 这句话很尴尬 我们 我逼他陪我聊了一夜 你根本不敢睡觉 你逼他陪你聊了一夜 这首歌你是献给他还是献给你的男友 你说焰火 焰火这首歌你看 我是有梗的你知道吗 但写焰火的时候还能遇到现在男朋友 所以你是写给那只狗的吗 流浪狗 你看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念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因为你的歌词叫焰火 那张选的字很漂亮 因为跟着外婆学书法嘛 铺火 我们相识笑着铺火 什么都不说 不说的是真的 我们相识笑着 是梦也快乐 当你穿越爱的历史向我走来 我在你眼里看尽了相恋的年代 曾经的黑白此刻灿烂 于是你不停散落 我不停识惑 我们在遥远的路上 白天黑夜为彼此是焰火 如果你在前方回头 而我一回头 我们就错过 你不觉得很想 写给那个流浪狗吗 有 如果你把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红绿灯啊 就当你穿越马路向我走来 我在你眼里看见 我们一样想吃顿饭 有没有 那我觉得 可能这就可以听得出 我原本想表达的意思 很久以前人们都许诺 许诺要是什么 可以不说 当你原谅所有遗憾 对我依赖 当我在你怀里 想起了最初的感慨 第一次等待 此刻还在 于是你不断地爱我 我能如何便如何 在远的路上 即使尘埃 看今夜焰火 我等你在前方回头 而我不回头 你要不要我 扑火 我们像是笑着扑火 什么都不说 不说的是真的 我们像是笑着 有梦了快乐 这歌词真的学得非常好 真的吗 真的非常好 对不起啊 你的文比比哥哥好 哦耶 张元璞 我要录下来 我押一张CD送给你 你现在怎么讲话 你现在学 把那一讲话 还是在学原著名讲话 还是在学老外讲话 老外老外 我们来听一下 在远回这首歌曲 如果我们像是笑着 如果什么都不说 说的是真的 我们像是笑着 是梦也快乐 和你穿越爱的历史 像我从来 我在你眼里 看清了相恋的年代 曾经的黑白 所可灿烂 一时你不停散落 我不停试破 我们在遥远的路上 把天天也未必再许过 如果你在前方回头 而我一回头 我们就错过 我们就错过 很久以前 人们都许诺 许诺要是什么 可以不说 如果我们像是笑着 如果什么都不说 都说的是真的 我们像是笑着 是梦也快乐 当你原谅所有遗憾 对我依赖 我在你怀里 相信了最初的感慨 第一次等待 此刻还在 一时你不停散落 我不停试破 我们在遥远的路上 把天黑也未必再许过 如果你在前方回头 而我一回头 我们就错过 一时你不懂得爱我 我们如何便如何 遥远的路上 即使尘埃看尽也流过 我等你在前方回头 而我不回头 你要不要我 你要不要我 Zither Harp 张玄神的游戏 现在蝉联伯克莱的冠军 那他的新专辑是Sona Music所发行的 神的游戏在开卖之前 现在台北中部南部都举办了听歌会 那他的专辑是博怀 那在7月7号先开放了预购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蝉联了一个多月的冠军 你一脸错看着我 这不是事实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件事啊 我知道第一个礼拜有 你也不知道后面怎么多 那8月10号新专辑正式发行 换句话说 你还没有正式发行前就预购 你不知道博克莱是有预购的吗 有预购 但是我不知道每个礼拜都 所以你怀疑这个消息是炒作 还是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我会去查证一下 这就是彰显 这是你的好处 你不会觉得 因为我有一次点上去看 我在第二名啊 点上去看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综合起来 那个礼拜是第一名 反正我那天进去 他当天的那个即时榜 是第二第三 第七名 OK 我现在同时看到两则新闻 这蛮好笑的 第一则新闻叫张璇与清风 相知九年 像我这种老花言 就会写看成相恋九年 你知道吗 然后我曾经访问过清风 我说你爱过张璇吗 他说应该每个人都爱过他 哎呦 把我推给全世界 哎呦 你是说他怎么可以不承认吗 没有 他在保护我了 是我爱过他了 真的吗 对啊 OK 那他不够爱你 没有 他不是不爱我 OK 你看我们 你爱成这样 没有啦 就是 我们那个爱来爱去 不是 真的不太像是那种 男生女生的 就是真的好喜欢对方 但到那个点 你瞬间发现 原来那好像 从来就不是男生女生的爱 你对他的那个渴望 或者是喜欢 没有那个 哎 性的成分在 没有 没有那个 崇拜的成分在 好像真的只是因为 你有个那么好的朋友 就跟清风 那另外一个叫阿长 你最近新闻上了 那个 那个 那个人 那个还不错 那个还不错 他还不错 那真的就有 那真的就有超过那个 不只是清风这种 有真的性的兴奋了 这样 对 其实 就行 我认识阿长 但这个东西 其实非常的明 就是怎么讲 就是这个东西 自己无法分析 但你知道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所以你真的要结婚了 我们两个没有 我们两个就是 没有觉得一定要结婚 对啊 你们看起来就不像 那我听到 我们基本上就是 就是整个一个 就是因为长期 被媒体在那里追打 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 没有爆点的歌手 你知道 然后长期就 躲在边边 他就谢谢大家拍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 决定那个 跟媒体讲说 我们随时结婚 然后将他们等一辈子 然后95岁的时候 有记者打电话 我们说 张勋 我要你一句话 当年你说要结婚 到底是不是在耍我们 然后我们等了50年 都还没结婚 我95岁可以考虑结婚 That's interesting 因为你光是 如果你们95岁 两个都还在一起 而且都还在 还活着 那他光是那个 威领的新娘服装 跟男的服装 然后呢 到底谁是那个 牵着手他出来的人 因为通常都是 信仰都是爸爸牵手 你爸爸不可能在吗 你95岁吗 对不对 然后那整个wedding 可以变成一个 神的游戏 对 而且台北市政府 还会介入 发红包给我们两个 我们都仁瑞了 恭喜两个仁瑞结婚 但是我 我知道你跟阿长 在一起还蛮高兴 他是表演工作坊的 来生传的辅导 我看过他几个 几个 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性的 一个年轻人 但他聪明的不得了 聪明的不得了 我很少看到一个人 可以像清风一样 他们都是很标准 把自己跟别人 照顾得非常好 而且他很淡 而且不落痕迹的 而且阿长非常淡薄名利 我觉得你找一个 这样的人 对你是很重要 他很有艺术倾向 又很淡薄名利 对于这种 派你的张玄 然后他 其实需要一个 其实很不错的 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 但是这个人呢 又不能像有些艺术家 搞到你的人生很痛苦 像你如果找个 跟你一样的人 可能日子不好过 我这样讲 对不对 我这样讲 对不对 我觉得是 因为阿长这个导演 他基本上是一个 会照顾剧场里头的人 但是他又够艺术性 那另外一部分呢 我又觉得阿长是一个 蛮有理想性格 很淡薄名利的 而你是一个 很有理想性格的人 那所以我知道 你的对象是阿长的时候 我很高兴 这种想起来 为什么两年前 我拜托阿长拜个活动 你坐在那里干嘛 我还以为你是去陪 把那里来的 后来的张玄 是陪阿长来的 我陪他们两个一起来 因为我们一群 都认识的好朋友 阿长你淡薄名利 就让我在广播里面 呼吁你回家以后 把乘车给我 OK 然后呢 你们最近都还有参加 那个什么 美丽湾的活动 是不是 对对对 反美丽湾的活动 就是保护山源湾 就是保护那个 都兰 那个地方 对因为这个事件 就是虽然眼前 没什么像白海豚一样 就是吴先生 带来的爆点 但是我觉得 那个 如果山源湾 能够被保留下来 然后开发案 可以 大家真的去纠矩 这个中间 就是这个行政 行政程序上面的疏失 那这个案例 真的是一个体质特殊的 一个很好 很好的案例 我觉得他将会为以后的还评制度 做出决定性的改变 对 张玄奖 我告诉各位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们称的美丽湾呢 就是在台东都兰 那个地方很漂亮 那我们的政府呢 很荒唐的 台东县政府很荒唐的 把它租给一个 把它BOT 给一个集团开发 那你可以想象 那个海湾呢 是整个台东海湾里头 最后的一块最美丽的净土跟海滩 你们猜租金多少钱 50年的BOT 租金一年 两万块钱台币 对不对 真的淡泊名利 对不对 好 我看到我也 我说是两亿还两万 一共能办这样 只有两万块钱 那所以把那 他们几个人就发起 那阿长 你们统统都参与了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其实蛮有共同的理想 这跟你老爸他们走的路线蛮不一样的 但是我 所以我知道你跟阿长在一起 我就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找到你很不错的 人生的一个伴侣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 如果你在那里海上办一个海上婚礼 然后最后跟大家说就不算数 我们可能会被朋友 就是亲朋好祝福 我们就飘走了 没有人想要把我们拉回 我们就飘走了 OK 现在的结婚要登记才算数了 所以你可以在那里假装的办一个婚礼 但我们每天起床 如果好多事情要做 应该找不到任何一天 可以走去登记 所以我就说如果哪一天起床 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要做 真的没事做 但又闲不住 那就追求 OK 你做这张专辑 神的游戏 你说一天花十几个小时 全部自己写歌 写曲 编曲 参与 包括你自己写字 设计呢 设计是我跟我的企划 跟一个就是好春设计的一个女孩子一起完成的 因为我有很多 我这次觉得 就是三十岁 我一定要为我的唱片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希望它很实用 或是我希望它可以不要只是美女大头照 对 所以你故意用长发披肩 把自己的脸一半给盖成 你是讲你是太美了是吧 没有因为那天 那天粉底液就是不够用 就用了 所以就是有一边脸颊没涂到 所以就决定把它做起来 我觉得你是乱讲的 怎么可能 只有在你节目才可以乱讲 别人都听不懂 别人都会当真 但是你就说 张玄是非常美丽的女孩 可是你觉得你越是这样 你越不想大家认为你是如此 对不对 我没有觉得自己漂亮 这是大事 这是实话 我的成长过程里面 很少被教育我是漂亮的 或者是说 我很少得到外界的回应 是我很漂亮 通常都是 他很怪 或者是他很有气质 或者是他很有才华 但就是没有漂亮的两个字 顶多说我 比如说个性很可爱 或者是人很好 你喜欢人家说你可爱 你也不爱吗 对不对 不会啊 我小时候觉得可爱还不错 对 现在呢 现在啊 很好 对 很好 对对对 抓住青春的尾巴 给抓住青春尾巴 30岁张玄给自己的礼物 我们待会进到广告以后 回来听张玄在这一次 神的游戏专辑里头 最被推崇的歌曲 玫瑰色的你 等你离去 因为我自己无数次 想放弃的眼前 全在这里 超多和追求时 成熟轮在一起 你拥抱的并不总是 也拥抱你 而我想说的 谁也不可惜 去过过和珍惜时 等一件事情 所有的何方何理何情 心里有 在必须发现我们中 将一无所有前 至少你可以说 我都活着的最寂寞 我拥有的都是叫醒来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当你不遗忘 也不像曾经 我爱你 Zither Harp 你全脸的都已离去 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 眼前全在这里 超度和追求是城市混在一起 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 而你想说的谁也都可惜 只会我和珍惜是一件事情 所有的何方何理何几乎 在彼时发现我们中将你所有钱 至少你可说的我的风筝也最寂寞 我拥有的都是叫醒来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当你不遗忘也不想曾经 我爱你 在彼时看着我们中将你所有钱 你做的让你可以说 不是的 我也见过你 我拥有的都是叫醒来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因为你拥有的都是你自己 我拥有的都是你自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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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美丽湾的这个活动呢 是7月28号举办的 当时他们是从台北啊 那有一个反美丽湾的列车 那这个活动叫海滩海洋 Futakuda 因为在当地的原住民呢 就是把这个海滩名字就叫Futakuda 那意思叫永远的天堂 那他却被用这么便宜的价格BOT 然后于是就开始有很多水泥建筑 那水泥建筑坦白讲了 他们反对 那如果他盖的像巴厘岛旅馆 我还不会加入你们的行业 他干得那么丑 所以我就加入了你们的行业 对不对 他如果做得很像那个 不要讲巴厘岛 他做得很像Mardif 就是马尔蒂夫那个样子 你就会觉得说 他并没有太破坏生态 然后他保持了很多原住民 原来的房子的茅草啊 那些东西啊 可是他不是 他就盖成很难看的这种 主要是你知道巴厘岛比较有趣的地方 他们可能也就是习惯用木材啊 就是所有跟当地 他不用水泥 如果大家能够如果有任何机会去看一看网络上图片 或甚至走一趟 你就发现他们在沙滩上面铺满了瓷砖 然后你看到的东西 姑且不论房子没丑了 他在那里真的是 不过那天下午四点开始 轮番上针唱歌 唱到清晨 你们还打起了夜火嘛 对不对 我那天不在 那天不在 他们也做了沙滩露营 然后 但是最后你听说 你有没有听到媒体有什么报道 好像没 不太有 我记得我那天去 就是他们 就是那个音乐会的记者会 当天在沙滩举情的时候 是20号还有是1号 然后那时候我有去参加 然后大概因为路途遥远的关系 来的媒体记者很少 你知道那个7月28号 那整个延长会 只有一家媒体 就是我的中天梦想一战吗 我们就从头到尾跟着大家 去唱歌唱到清晨 然后就把它录下来 做了一个很长的报道 但是还是应该做嘛 我也觉得 OK 那我们来听听你这个 我刚才已经预告了 这次你的专辑里头 最受欢迎你这首歌曲 这次张权呢 他除了歌写的好之外 主要这次你的歌词 许多人特别喜欢你的歌词 你有点诗人的那种 像那种小龙女你知道吗 就是金庸那种 好像石洞里头出来的女孩 然后讲话像 虽然你坐在我店里 你老是没没办法定下来一分钟 一直一直要放下 这个笑声听起来更像 更像 更像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从12月到现在 就是反正这八个多月来 这是我第一天在这么香的地方工作 这么香 这个录音间好香哦 都是玫瑰的味道 我就觉得 我就一直充满了一种幸福感 这个房间有玫瑰的味道 因为我连去时装的那个工作室拍照 都没有香香 真的哦 对啊 身为一个女生就觉得很开心 是什么 对不起 玫瑰的女孩 对 我现在写歌比较像石 我的香水的 应该是你的味道 我的香水 这一个 你现在写歌比较像石 对不对 嗯 但其实早期也有那样的一点味道 就是尤其是从第二章开始 你念好不好 因为我喜欢你的声音 我觉得你的声音比我念好听的 大家可以用探险火把老皮的声音念吗 不行 因为你这首诗不适合 好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你看见你想看见的 你将它发声 因你我像戴上玫瑰色的眼镜 看见寻常不会有的奇异与欢愉 你美而不能思议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天真的人 你手里没有魔笛 只有一只破旧的大旗 你像丑儿挥舞他 你不怕脏的玩游戏 你看起来累坏了 但你没有听 我是那样爱你 不肯改的你 玫瑰色的你 OK 你是不是很棒 来 哥哥回去就要跟我讲 就以朗读来说 你的断句子 我不认为你哥哥会朗读的比你好 我们来听一下张学这首歌 谢谢大家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你看见你想看见的 你将它发生隐隐 我想戴上玫瑰色的眼睛 看见寻常不会有的记忆欢愉 你美而不能思议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天真的人 你手里没有诺定 只有一只落旧的大忌 你像冲而回门它 你不怕在那玩游戏 你看起来被坏了 但你没有听 我是那样爱你 不肯该的你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忧愁的人 你有着多少温柔才能 从不情愿伤心 而你告别所有对幸福的定义 都生万物中生的爱恨 恨与恐惧 和你一起 只与你一起 我会记得这年代的爱恨 我会记得这年代的你做的事情 我会记得这年代的爱恨 你在曾经 我会记得这年代的爱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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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记得这年代恨 你就吃了 你最arda Chili 这年代恨 你最 уг festival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你自己也感觉到玫瑰色的你 里头有一些一点点呐喊 像Amy White House这样 那有些有一点 有点sexy的感觉 那 这种转变你自己意识到 你自己的生命能量的改变吗 两首歌 前面的那首歌就是轻轻柔柔的 你讲的气质 红薯歌你会感觉到 有一个女歌手 她真的是 我不要说成长两个字 但是她就是有一种改变 她的生命历经了某一些 某一些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是 她在生命里头有下了一些刻痕 然后这些刻痕 再转化成了她的歌声 所以连有一些 你原来都是 轻轻轻轻柔柔的歌声的演唱方式 当你谈到这个 唱到最后的尾音的时候 你会把她的声音 突然变得很浑厚 那浑厚似乎是恨 似乎是遗憾 似乎是什么 就完全变了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有啊 那我觉得其实在流行音乐市场 听众或者是 就是操盘者 通常比较习惯回避 就是歌手本身的蜕变 因为因为 对就是如果说 你就是笑起来好看 你哪天决定不笑 或你最近不常笑 他们还是希望你还要是 维持那个形象上面的 这个永恒性 那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这一块的 意愿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都会 试着想要帮我去解释 就是说 她一直都是一个 很好的女孩子啊 虽然她国中毕业而已啊 但是她怎么样 所以我最常听到 就是张学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她怎么样怎么样 对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 比较有趣的地方 是它是我 最同步的专辑 然后里面很多首歌词 也是今年一月二月 开始录音的时候 在录音过程里面 最后完稿的 所以其实她就是 现在的我 她没有什么要跟 过去解释 或者是去呈现 青春的部分在 嗯 对 你现在你是什么 为什么你刚唱歌的 这个声音 太病了吗 你在曾经 有一段歌词 我听到你演唱的时候啊 你就谈到 你摘出千万花的一生 四季中 尽之盛放 也凋零 但是你唱那个凋零 还挺凶的 你知道吗 有点呐喊 然后呢 往柳暗花明 深求水进去 对 因为这个其实 我看到很多 不畏 不畏眼前的 或者是这辈子的 安稳或利益 而专 可能专 他们 很多人会觉得 那是他们的追求 但其实不是 我觉得有一些人 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 意识到 他这辈子啊 就是他的能力 或者说他的命运 他是愿意分享 去为了成就一些 嗯 更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人权啊 比如说累积成一个事件 让这些事件可以改变一个年代 让一个年代 看似发生突兀的这些事件 有一天变成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些 基本的平等跟尊重 该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应该知道范小雪嘛 对不对 范雪刚刚出来的时候 很受欢迎 他就是典型的唱片歌手 一直希望把他留在那个年代 因为他第一次把唱片市场啊 搞到变成小学三年级的人 也去买 你知道吗 那所以阿雅就后来就跟进 跟进他的市场 就去做刷兵 可是范小雪绝对不是我 嗯 范小雪就给自己做了很大的改变 其实他应该越做越好 嗯 但当然都没有他原来的专辑 买得好 嗯 但是你这一次的突破 到目前为止 在市场上证明是很成功的 真的吗 谢谢大家 你我我自己 像李寿荃老师很喜欢这张专辑 就是在前两张专辑 他都知道我在学很多事情 所以他也没有刻意说出 啊 多好多好 你知道他就是陪我讨论一下 啊这首歌当初还能怎么样 但这张专辑 他自己好像蛮喜欢 所以 谁做的编曲呢 玫瑰色的你这个编曲演得特别好 啊真的吗 嗯 我也 真的吗 不小心称赞了 让你又乐了一次 我好开心 那你再演一次 那鬼叫一次好了 哦耶 要 好吧我们进广告 我喜欢 I like 吃喝 玩乐 胡思乱讲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张玄 是双子座的女孩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这样 飘了飘去 飘了飘去 这样 她又很双子 非常双子 所以你会写这首歌 危险的事 那也很特别受到欢迎 歌字说 活到现在 放眼望去 日子是多么的安全 可是我为什么 那么那么的危险 危险的在狠狠的咬我 但不露脸 这歌字写得好 是吧 危险的在狠狠的咬我 但不露脸 危险的是我冷漠的心 其实你应该在家 危险的还有你 汉室的手 对不对 就是刚才我 无意中称赞了 那真的是无意中 因为我以前 自己在唱片公司 当过总经理 那我知道 台湾的唱片市场里头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说 我们编曲 很优秀的人 并不多 那那些人就会被压诈 一个人要做很多编曲 那因此 他们可能在很低的配里头 就得编完一个曲子 因此你会觉得 那个曲风编曲都很类似 所以我刚才一听完 玫瑰色的你 我就问你说编曲是谁 因为这个编曲编的太特别了 谢谢 就不小心就称赞了你 真的 你今天还蛮乐的 对啊 给我带了一个礼物 天上掉下来 天上 给我带了一个可爱的礼物 你每次都会给我带一个吃的 以前都是巧克力 这次带了叫 吃脑 这个是百灵油做的润喉糖 史上最贵的润喉糖 我看 你知道我看了三个月耶 我今天想说我要上你节目的时候 我就跑去买了一盒 你开了三个月 去买一盒 上次你就是带给我 史上最苦的巧克力 你还记得吗 自吹自擂 但是这个很有用 因为我很喜欢 很喜欢 会被NCC骂吗 不会 各位骂了NCC 好 扯兵 好 那个我很喜欢白灵油 白灵油 所以这个白灵油很好用 然后这个做的润喉 因为我之前都会泡这个薄荷油 就是 就是 润喉 因为它杀菌很有用 然后这个润喉糖真的很有用 那谢谢你的礼物 哦耶 OK 拜拜 谢谢张选 拜拜 拜拜